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长春市 旱做种植稻谷 减少水肥用量 提高农户效益 在白城 推广减肥减药技术 保护黑土地资源 助力环境保护 水稻专家做客演播室 点评热点项目 回答稻农问题 乡村四季12316即将播出 服务三农 沟通城乡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乡村四季12316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是水稻栽培专家林凤楼老师 林老师好 主持人好 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 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 858 18626 8627 8628 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乡村四季的微信群中 直接发送文字语言图片视频 来咨询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会尽快地为您解答 近几年 我省汉道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汉道大米也越来越受到欢迎 最近几年 长春市莲花山旅游度假区 劝农山镇的不少村民就种起了汉道 效益还不错 孙国父告诉记者 他们现在种的汉道和以前可大有不同 在悬耕后 使用农机就能够轻松播种 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 汉直播的全程机械化 可使母株数超过30万株 且用水量只需要普通水稻的三分之一 汉道就本身省水 但是口感还好 如今 汉道成了史家屯的标志性作物 作为这项产业带头人的王景林却告诉记者 他的汉道种植之路 都起源于四年前的一次意外碰面 当时 苏文种植汉道已十年有余 总结出了一套前期封闭处理 后期定量补水的管理技术 并毫不犹豫地将其分享给了王景林 有了苏文的指导 王景林的汉道种植 很快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王景林算了一笔账 最初米的加工量在五万斤的时候 总是供不应求 可当达到十七万斤后 新客户却没有相应的增多 这时候 同村的杜明哲向他提议 借助网络平台拓宽销入 我们建线上店铺的时间就是比较晚 然后呢 还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 就是我们全东新品牌的汉道 那还有没有品尝过汉道的人 不了解汉道 通过参考网上的同类型产品 王景林了解到打造品牌的重要性 于是 他和杜明哲 不仅在包装上提高了辨识度 推出了多种样式的定制礼盒包装 还在上面加入了相关的科普和品牌故事 树立自己的品牌 然后采用线上直播这种形式 然后更多的人了解汉道 史嘉屯的精包装汉道米 逐渐消往全国各地 今年的种植面积将进一步扩大 而王景林还跟着苏文建立了一个微信群 继续把这项技术推广给更多有需要的农户 林老师和水稻种植来说 汉做的好处有哪些呢 汉做的好处啊 你像种汉稻 第一 它是节水 种汉稻的节水用水量 相当于水稻的30%左右 至少节水70% 这是第一 第二呢 省肥 省多少肥呢 和水稻相比化肥的使用量 也相当于水稻的60% 至少省30%的化肥 再一个省工 它完全可以用积极化性的操作 省去了扣棚 省去了育苗 省去了插秧霸地这么个过程 所以一年看起来 一赏地呀 纵使汉道 要比水稻省人工等 要省到4000万元左右 所以相对来讲 也就提高了效率 经济效率明显要好于水稻 那么汉座对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有哪些作用呢 汉座呀 它首先啥呢 纵使汉道 首先它选择地块啥 是低洼地 烙洼地 废弃的荒地 需要因为它蓄水少 所以呢 这些地块呢 如果种汉田了 那它遇到 像我们东北地区 福田的时候 七八月份进入雨季 它会内烙 行内烙 爆死了 但是汉道呢 恰恰它不怕烙 这样来的就是废弃地 低洼地 变成了一个 由种汉田不得的地方 变成一个能得到一个细粮 作为我们口粮的重要补充 对于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补充作用 好 感谢林老师的提示 我们接着往下说 我省市粮食调出大省 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为此省里在突出抓好粮食生产方面 做出了一系列部署 我们通过一段资料 一块来详细了解一下 今年 省里也要以不低于2020年播种面积为基数 下达指导性计划 全省粮食播种面积达到8550万亩以上 玉米水稻等高产作物面积7500万亩以上 要重点推广 测土配方施肥 机械伸松 接杆还田 农作物并虫害生物防治 道鱼综合重阳等49项主推技术 优选主导品种115个 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保持100%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再提高一个百分点 同时 加强年虫 蝗虫 草地鸣等 千飞性 暴食性虫害监测预警与防控 努力实现虫口夺粮 饱丰收 在保护黑土地同时兼顾粮食产量质量方面 科学施肥是一项关键的技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肥料减湿技术被提到了较高位置 成为种植者提质增效的更高追求 有一股醋红红的味道 就是肥料的味道 这种黑色的颗粒是一种有机肥 它的原料是牛羊粪便以及生物质剂 近年来 白城市土肥栈一直在号召广大种植户 多多使用有机肥料 同时减少化肥的使用量 从而慢慢缓解土壤板结的情况 这是在十多年测土配方施肥检测的基础上 得出来的科学结论 像我们这边这不属于颜碱地吗 它这个PH值会增加 所以这个都是对土壤造成的危害 富鱼是白城当地的一名农资经销商 从2017年起 他们开始生产测土配方肥料 在听取了土肥栈以及一些专家们的建议后 富鱼在氮肥 磷肥 甲肥的基础上 增加了有机肥和生物均肥的含量 这样一方面可以改善土壤状况 同时还能提高肥料的利用率 它这个通过这个菌肥的使用的话 可以起到那个对土壤的解磷 解甲骨蛋 完了提高这个尿素呢 还有这个磷肥二氨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效率 就更有助于他们这种产养肥的 这个在土壤里边的这个使用效果 所谓提高肥料利用率 是指在作物播种 生长 成熟期间 肥料能够稳定持续地发挥作用 同时还要保证作物收获后 土壤里的肥料几乎被利用干净 这样既能保证产量又不伤害土壤 为了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自己生产的肥料 是否能够达到这种效果 每年秋收后 富与都会及时和种植户们沟通 从他们那里获取第一手信息 秋收前得有半截 还是那个叶还绿呢 叶还绿 它叶绿证明它没死干 给农户配的肥里边加这个菌 就是可以把这个肥料的利用率提升得更高 把它到后期的这个肚子力 包括这个包米的长叶这个阶段 它都是不受到影响 后期叶不黄 但是有机肥料和生物均肥的使用 会增加施肥成本 富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按照测土配方施肥的话 美工请投入的蛋铃甲成本 要比传统施肥少300到400元 加入有机肥和生物均肥后 成本会比传统施肥高出300元 在这种情况下 不少种植户会对测土配方施肥 采取观望的态度 那么那些使用测土配方施肥的种植户 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我不认为说造价高的 它只要好 造价高的 对你产量是深刻的 比到时候收入货也是提高了 你都说 有的人说 我这个肥便 它到时候产量上不来 不白费吗 测土配方施肥搞了6年 至今 就是说跟着我们的用户 大家都说得有5年了吧 而且每年增产增收的效果比较明显 而且它藏着这个甜头之后 每年都不过你花费的价格 不过你去 到时候只跟你说 啥时候给我送肥 这就是咱们测土施肥 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 让它认可 那么 如何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降低测土配方施肥的成本呢 这是当地土肥站的工作人员 正在研究的课题 一提到有机肥 很多人都会说 全部适用有机肥 效果更好 那林老师这个观点 您怎么看呢 应当说 全部适用有机肥 效果是改善突养 提高粮食品 确实好 但是目前我们国家情况看 全部使有机肥 没有那么多的肥 打不出那么多粮 所以现在看 应当说我们还提倡 有机肥和无机肥 结合着使用 这个效果还是最好的 你全用有机肥 可能成本会增加 第二 也没有那么多的量 但是你种有机大米 可以全用有机肥 当然 但是我们生产当中 为了保证控制成本 还得保证粮食产量 还得保证粮食品质的同时 还是兼顾着有机 无机肥结合使用 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那么绿色有机水稻 在种植的过程当中 对肥料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吗 有要求 像绿色的 要求啥呢 可以是有机肥 无机肥结合的使用 也可以单食有机肥 也可以单食无机肥 但是你总量不要超标 限制性肥料不要使用 这是种绿色 种有机粮食的 必须完全使用有机肥 而且有机肥当中的 重金属含量 抗热素含量还不能超标 所以要求更严格 坚决不能使用化肥 这是不能使的 好 感谢林老师的提示 我们也希望盗农 以及消费者多多的了解有机肥 科学生产 理性购买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收拾休息 马上回来 在农安 投入乡村油项目建设 农户遇到难题 农业专家热心帮助 在郊盒 依托传统手艺 进行精深加工 形成特色农产品 煎饼加工促进粮食科学地中 乡村四季12366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 这几年乡村油产业迅速发展 农安农民贾炳山也从中看到了商机 在自家承包的水塘上动起了心思 贾炳山的水塘位于农安镇西吴里介村 水深可达20米 水塘底部有几口泉沿 水体温度较低 为此老贾把目标定在了冷水鱼养殖上 养了十年的鱼一次没有打过 是地下水是冷水鱼属于 鱼很那个绿色环保 有了水塘做依托 老贾在水塘四周栽上了果树 林间又铺上了涌布 最主要的是在水塘背面打好地基 准备盖一栋三层小楼 有那个楼房未建完的是712平方 包括底下一层地下室 家里边有果树 李子树 成岭的七年的 440多棵 准备做一个乡村旅游 或者是更远一点说 做一个好的田园综合体 为了增加文化内涵 老贾准备把收藏多年的石雕石刻 设置在水塘周围 让游客领略一下石雕文化 同时又购置了一些花卉绿植 准备装点一下四周环境 天冷冬天说在屋里的 天冷冬天说我就把它放在外头里头 人们来那啥观赏它 按照老贾最先的设计 建成后的景区应该是 小楼望水面 餐桌有余箱 可是由于项目较多 前期预算不足 加上没有合作伙伴 老贾的很多项目都干了一半 眼下的光景就有点不上不下了 我最缺少这是资金 当有资金启动以后 我就能做更好的服务于周围的群众 此时的老贾也陷入了两难境地 咱们弄岸线是一个平原的 连个山都没有 到这来看到这种水面感觉心慌深一凝 如果这会儿要是建造好了 有时间一定带家人 带老人带孩子 一定得多过来坐坐 听了朋友的支持和鼓励 老贾咬紧牙关准备挺下去 不过他转变了单打独斗的想法 打算寻找合作伙伴进行长期发展 眼下他打算首先打造冷水鱼品牌 以便引来顾客和投资者 努力实现他的文旅产业梦 对于这个水塘 甲饼山下一步有两个重要的设想 第一是发展冷水鱼的养殖 那么这个想法到底行不行 水产养殖专家 下一届老师听说之后呢 专门去看了一趟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夏老师 听一听他的看法 一块来看大屏幕 夏老师好 甲师傅这个水面啊 是55小亩 水深呢14米 池底不平坦 并且水啊非常的肥 现在看呢 里面的浮游植物很多 浮游动物呢很少 并且水这个肥啊 对它是很不利的 因为呢猪排水很困难 所以只能调 怎么调呢 建议它呀多投放一些白脸 花脸呢 因为浮游动物很少 生长也不好 并且它那里呢 还有点花脸 底层鱼类呀 像李子鱼都能自己繁殖 还占了空间 捕捞也不方便 建议呢不要再投放了 为了利用水体呀 应该考虑呢中厂 炒鱼 但是炒鱼的食物怎么来呢 它可以用它陆地的水败炒 然后呢做一个框 这个框啊浮在上面 三四米建议都可以 然后把炒在框里面 供炒鱼呢设施 适当呢再搭一点呢 五昌鱼 总的来说呢 因为它的特殊性 底层鱼建议不要投放了 当这个水质变好的时候呢 可以适当考虑投放一些花脸 有一定的比例 这样的话呢 对于这个特殊的水质来讲吧 应当是调水和产量 有一定的效益和改观 好感谢夏老师的提示 那么除了养殖冷水鱼之外呢 甲饼山还打算把水塘里的水 抽到稻田里 想充分利用里面的泉水 那么林老师 利用温度比较低的水 来灌溉稻田 这个做法是否合适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温度特别低啊 像它是泉水 地下泉水温度很低的 一般来讲呢 低温的时候 就是平常七八度八九度这样 这样灌水田呢 产量会很低的 而且大米也不会特别好吃 怎么办呢 必须把泉水的温度提升来 怎么提呢 一个是方法是 在进水道口先做一个晒水池 把水提升 提几度温度 三五度温度 再进入水塘 第二呢 也可以让水进到一个塑料棚里头去 像大棚一样提高水温 也可以把水呢 做一个喷泉 把水用泵给它喷起来 二三十米 把空气当中的热量带回来 再进入水田 这样呢 水温提高了 水到稻田地里土壤的菌就会活化了 营养就会更全面了 这样种植大米才会好吃 才会有产量 那么眼下 我省水稻生产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呢 我省新的汉呢 正是处在一个水稻苗期管理的关键时期 这期间呢 要注意啥呢 这期间注意一个是水稻温度管理 苗床呢 还有一个水分管理 还有一个就是防病 特别是防利库病这块 因为就是正是两月一星期嘛 防病是注意啥呢 注意一定要用甲霜灵 厄霉灵和戴森胺 用灌根就行 因为呢 这个利库病啊 菌源在土里头 病在倒苗的根部 所以怎么办呢 想办法把药灌在根部 尽量不要用蓬器来打药 而且呢 控制最高温度最好 避充30度 晚上关好棚 来以利于那个羊毛剑的成长 好 感谢林老师的提示 我们接着往下说 那说完了作物的生产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粮食产品的加工 有效利用 也可以起到节约粮食 保护粮食安全的作用 江河市天岗镇窝季口村 有一项小有名气的产业 那就是手工摊制大煎饼 多年来 这项老手艺展现了新的活力 窝籍口村盛产玉米 煎饼是玉米深加工后的产物 作为主食 它适配任意菜肴 作为零食 它自带甜香 而作为当地的标志性美食 在老一辈眼里 摊煎饼几乎成了家家户户 都要掌握的一项基本功 我好像在十几岁的时候 在家就摊煎饼 那时候好像都够不着了 就是站着那种墩子吧 就开始学摊煎饼 眼前这台傲子 已经在这里连续运作四十余年 在十年前 孙嫦娥从老一辈的手里 将它传承下来 并一步步把上面摊出的煎饼 卖向了更大的市场 那工夫就是像我们农村的孩子 好像二十来岁 都是下来上城里去打工 农闲的时候 然后村里各家各户摊煎饼 然后我们就是上市场上去卖 慢慢地就是想成立一个厂子 把咱们这个就是传统的手工艺传承下去 当时 窝吉口村的煎饼 已在市里小有名气 孙嫦娥便借着这块招牌 从最初小作坊里的单打独斗 发展到配备齐全的生产厂房 十几位工人同时工作 并注册商标 开通线上销售 当天能生产300多斤到400斤 当天生产完的基本都能削完 多年来 孙嫦娥一直坚持用老手艺做煎饼 咬面 摊平 刮云 起锅 这样的做法最快也要十几秒一张 关键在于对火候的拿捏 需要工人的手法足够纯熟 尽管比不上机制煎饼的高效辩解 但孙嫦娥坚定地认为 手工煎饼在风味上要更胜一筹 口感都不一样 就是做出来香气它都是不一样的 像咱们那个柴火饭做出来 那个就香气不出一 像咱们这柴火煎饼也是 煎饼刚出锅时香脆 撒水放凉后回软便韧 而今在市场上 煎饼无论软脆都颇受欢迎 同时消费者还开始追求 煎饼的口味的多样化 像我们那种小时候零食很少 好像就是家里老人 就给割糖 割芝麻 给我们做这种 就是油糖的这种煎饼 当零食吃 我们慢慢也就学习地 做那些就是各种口味的煎饼 来适应这个市场 相比传统的玉米煎饼 新口味的煎饼 需要加入更多不同种类的原料 制作难度大幅上升 好比做那个大枣的煎饼 一开始就是对料啥 这是挺麻烦的 完了弄不好 市场吸水是精细精细的 刮它清楚 完了它刮它好干 完了它还好吃 整个要是一厚了 完了它皮条就不好吃 只有不断满足市场的需求 产业才能不断进步 如今孙嫦娥已相继推出 红枣芝麻等近十种口味煎饼 年销售额四百多万元 而在村里 像这样的煎饼企业 还有二十多家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 及乡镇政府的积极推动下 窝吉口煎饼这一品牌 也越发善良 下步我们将在产业发展上 进一步建立完善产业协会 加大专业技术人才的培系力度 不断向规模化 规范化 品牌化的方向发展 升级 在水稻加工方面 也有很多的亮点和特色 令老师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水稻加工 因为水稻作为一个我们的口粮 还是以加工大米为主 它是在主导 当然大米当中还包括 包括精米 第二个还啥 就像胚芽米 把胚不伤 就是扒出那个 把胚发成芽 因为把胚当中的糖分转化出来 形成了很多麦芽糖 这样大米营养更好 还有一个糙米 因为一样大米当中的营养不损耗 也就是胡粉成不受破坏 大米吃起来煮粥 营养更全面 包括来做我们东北大米 做成米粉米 也要比南方好吃得多 包括我们现在做出的方便米饭 用开水泡计时 包括方便米 直接可以饮食 嚼掉像锅巴一样 可以直接吃掉 包括我们现在做这个身加工的 像雪饼 基本上是东北大米做的 也能说大米开发起来 它的营养膳食结构 非常有利于人体内的吸收 对胃非常有好处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 微信平台柳河的网友 国生咨询 种植旱道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林老师 旱道注意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 首先选地 一定选的 选低瓦地 二瓦地 平瓦地 种水田 水源还不足 种旱田的水 还发行了内涝 这样的地方又很关键 第二 选品种 一定选抗汗品种 选择枣树品种 选择抗粗藻剂 抗低温的品种 而且抓住时机进行的汗泊 这很关键 下面是双阳的网友咨询 水稻苗发白发黄 是怎么回事 现在这个情况 水稻苗发黄发白 有两个因素 第一 也可能高温五了 你比如蓬内温度超过35度了 烤白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也可能像今天早晨 你比如说今天早晨 温度非常低 达到零上两三度 也可能冻白了 也可能是缺肥 怎么解决 第一个 白天把苗床的温度调到变超30度 最高温度变超30度 晚上一定观盐盐 保住温 然后可以追思点肥料 追思水稻状阳剂 一平方米追思一两左右 然后你一定注意起来 先浇透水 后氧状阳剂 这样你慢慢就缓过来了 好 感谢林老师的提示 那么这一时段微信平台的情况 我们就了解到这里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在吉林市 别人种地他养牛 还做起了接杆生意 徐凤超念起了不一样的养牛经 明日播出 敬请关注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农民朋友最关心的 供求信息 公主岭大岭的何春冈朋友 有五万斤左右的 大红皮萝卜打算出售 这些萝卜皮量紧张 单个重一斤到两斤半左右 三毛五上车 谁要是看着相应呢 那就抓紧联系联系呗 联系电话是15590039235 白城淘北的赵昌顺朋友 打算出售一万多斤的 四六红花生 这四六红可不简单呢 作为地理标志 保护标志产品 那可是咱吉林农民的骄傲啊 谁要是帮着销售了 就是在为品牌推广 贡献力量 联系电话是138-4366-6773 一通的朋友有 温室大棚15到19栋 每栋的面积是850平方米 棚市种植养植 扣蘑菇都行 寻找合作伙伴 或者对外租赁 交通便利 距离公路50米远 联系电话159-8169-8077 这位朋友打算求购老长春 12-15马力小四轮 要求车况好 位于公主岭周边 春更大忙呢 人家肯定急着用 谁要是出售 还请趁早联系买主 联系方式136-6448-9399 发布两条水道出售信息 德贵插路口的朋友 打算出售有15万斤的 小粒箱水道 联系电话是132-3440-6094 聂小红朋友 打算出售稻花箱水道5万斤 及稻花箱大米 联系电话是182-443-26 6-6787 针对目前的天气情况 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刘家 了解一下生产上的相关提示 刘家你好 你好主持人 最近有农民朋友反映 说他们家养的鸡出现了可喘的情况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有请到了123-46的刘清禾老师 来给大伙做一个解答 春季啊 这个大鸡群 也拥有得这个 就是老百姓叫感冒 就是鸡啥症状呢 就甩鼻 蹚了 老百姓叫蹚了 叫甩鼻 有的人就咳嗽 所谓咳嗽啊 老百姓我刚才知道 鸡咳嗽跟猪咳嗽不一样 鸡咳嗽是偶尔叫 这是鸡咳嗽 鸡那个你说 你说鸡咳就这样 一般这什么样引起这种动静呢 一个就是传心呼吸口炎 再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严重了 就自然体感染严重了 也这样 所以这个呼吸道啊 就是这种情况 一种是传喉 一般传喉都是大鸡才得 一般年轻鸡啊 就是小鸡 鸡除不用得 如果得了怎么办 因为这个有疫苗 现在用疫苗不多 但是有这个鸡的这个疫苗 就是这个 慢性呼吸道感染 也是自然体 也是像刚才说的 你可以啊 鸡打针很困难 如果全群发生这个病了 你就用泰勒菌素 泰妙菌素 剃米烤星 这三样 饮水或者是拌料 连吃三天 这个病就能控制住 它不能像猪得这病 你可以这个捐起来 要单独打针 这个不能打针 就主要靠料理拌 水里加 用三天到四天 这病基本能控制住 但是呢 关键的是要 空气要清新 所以说呀 现在中午 要是风比较小 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要经常通风换气 屋里这个 鸡舌变潮 这个病能控制住 春季的时候啊 鸡是容易得 慢性呼吸道感染的 刚才刘老师啊 已经非常详细的 把预防和治疗的方法 都告诉了大伙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好主持人 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感谢专家的提示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书兰的网友咨询 水道出苗之后 如果出现公道 应该怎么办呢 出苗之后出现公道的 两个方案 第一个呢 可以第一时间 喷丝 清晰菌脂 大约两千倍左右 往它打三五天 再打第二次 过三五天 打两面清晰菌脂 第二呢 在摘阳之前 一定要啥呢 把公道的 它一般发黄发高 圆根把它拔出来 然后呢 灌两千倍的清晰菌脂 灌上根 再进行摘阳 这样就缓解了 下面是吉林的苏先生咨询 到苗床里 没出其苗 湿度温度 如何掌握呢 苗出都不及 这是比较大的毛病了 怎么办呢 第一时间 把苗床重新盖上地膜 或者塑料布 保住湿度 然后呢 但是前提 白天控制住温度 这样当苗出气以后 再进行浇水 进行补浇 否则苗是出急不了的 下面是德会的网友咨询 水道插阳田 什么时候下肥最好呢 插阳田底肥 一般就在翻地时候 大约给总肥量 40%左右 翻地 旋地前可下肥 也可 泡完地 霸完地之后 再给肥都可以 给肥都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